你好,請問是什麼問題都可以來請問你 當然,不過我只能在我的人權責上會有回答 所以我不知道,只會說不知道 我想請問一下,因為我們這個是自閉症的兒童 他就是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 就是在學校或是什麼,都會感覺比較特殊 但是因為他自從會打字以後 他就會覺得自己是 他自己覺得他的內心是聰明的 他自己是可以學習的 但是因為學校可能看不出他的能力 因為他們手的書寫功能比較差 然後表達輸出的方法不好 因為他沒有什麼語言 然後又有一些比較奇怪的聲音或者行為 但是因為自從他們會打字以後 然後他就很希望能夠回到普通班 或者是能夠回到正常的體制去上課跟學習 那可能就要有個個別化的教學的一個因應的方式 是,然後因為學校也很願意接納 因為學校也了解這一群 是國中嗎? 國中,現在是國中 現在學校有一些了解這些打字溝通的孩子 他們藉由打字,還有一些孩子藉由打字 已經上了大學 然後但是因為學校 他們一直都 因為我有請問一下學校老師說 我今天來可以帶著什麼問題 學校老師也是說 如果我今天來 可以請問一下正偉說 如果 看學校能不能有一些什麼比較適合他們現場 比如說可以直接跟老師互動溝通 他們可以直接輸出的方法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靠打字 因為他們的手功能太慢 他們打字的速度很慢 然後也跟不上班上的節奏 然後或者是他們打字的邏輯 你們給他看一下 他們打字的邏輯 這是平板 這是平板 對,但是他用平板會打慢 然後配一個減盤 對,然後他們打字的也會很慢 所以有時候也會因為他們 就是頭腦的思緒跑得很快 所以導致他們的手跟不上 然後學校老師想問一下說 是不是可以有什麼方法可以協助他們 可以在課堂上比較能夠即時的溝通 或者學校可以做什麼 可以幫助他們 要看是哪一門科 這狀況都不太一樣的 如果是好比像說數學這些 那其實他用他自己的節奏 做題目等等 那主要還是在發問的這個時候 怎麼樣子輸入那些就是數學符號 或公式等等 那這個有一些做法 他不像說用選的 而不是用打字的 或者是說打字只是輔助 那大部分是可能老師 預先猜測說他可能會有哪些常見的問題 然後盡可能在螢幕上面先呈現出來 那這個我們這邊有相當多進度團隊 就是做這個題目了 就是之前一直到現在 那甚至到比較嚴重的 完全只靠眼睛都還是可以做 像深思眼洞他們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類似像客製化主具這樣的工作 所以我並不是就是有很長的時間跟他相處的話 我現在很難告訴你說 這一大堆選擇裡面哪些比較好 但是這個是在台灣還蠻蓬勃發展的一個社群 所以主要還是說要先找到就是他願意信任的 能夠跟他一起發福去 改到適合他的這樣子的一些開發人員 一些設計師 是是是 那可以就是可以到時候可以幫我們引建 或者是介紹一些 我們這邊進駐團隊當然我都可以幫他介紹 是是是 然後還有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有去聽一些講座 國外有那個坎培爾社區就是CAMPHILL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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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是 我看到了 他是屬於那種 人事選嗎 對對對 人事選啊 跟那個華德福同也有些 對對對 然後也是屬於就是一群特殊 也是特殊需求人士 然後他們可能長大或者成年以後 他們可能就離開家 他們需要有一個就是類似社區 或者社區 對 然後就是可能會有一些義工 就是他們是來世界各地的義工 對 然後過來他們就等於是一個家庭制 然後再組成一個社區 我大概知道 對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台灣要有就是有這個想法 想要這樣做的話 政委可以給我們什麼建議說 可以從哪方面開始著手 如果你找共生社區 共生公寓 共生這些的話 其實在台灣也有一些的 它不一定是人質學傳統 有些是天主教基督教傳統 或佛教傳統 等等 但這個在台灣並不罕見 就是還蠻多的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傳統 是因為他們的 就我自己知道 不曉得我知道 沒有誤差 就是他們的義工 會發 就是還有他們村莊的支持 有很大部分其實是來自政府的 是嗎 對 如果他們是當地的特殊人士 建築的話是幾乎是使用很少的費用 或者是幾乎免費 但是因為有很多義工 還有一些他們的共生這些社區 是無法自給自主來支持這個社區 可是他們是靠政府很多 所以世界各地有很多外面來的義工 他們就覺得他們願意來 因為這個社區會支持他們的吃與住 然後在那裡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想問一下說如果是政府 這個我覺得可能可以先去接觸像喜漢爾基金會 這一類 喜漢爾基金會 喜漢爾基金會 因為他們是在台灣比較大 也比較有組織的 是 當然他一部分透過烘焙 或一些這個藝術啊 什麼各的方式 去確保說他還是可以自己自主 但他畢竟是基金會嘛 所以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捐獻 那至於捐獻跟就是執行政府的委辦計畫 這兩個的比例怎麼樣 以及就是他們經營 現在他們有一些像什麼共老的那個社區啊 對不對 那這個他們也都非常有經驗 所以我具體建議兩個 一個是說先去看台灣經營這些比較大的 共生社區 他們自己的財務比例是什麼 分配以及怎麼樣取得政府的資源 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 如果是為就是你自己的家庭 或是你自己的社區著想的話 也許也可以考慮說 那我們不要變成說好像現在就一定加入某一個社區 現在可能就是survey這些國際的狀況 然後也可以做一些倡議 對我記得在台灣也有很多像那個那個什麼星星兒嘛 什麼之類的就有一些倡議的組織存在 那他們比較petition的目的有的是往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如果有一個特定的地方政府 覺得說那他的一部分的市政府的擁有地 比如說像社會住宅等等這些地方 他可以用來做這樣子一種市政府的地 或政府的建築物 但是是由民間來一起管理 這樣子類似公辦民營嘛 這樣的做法的話 那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可以看就 不一定是只有傳統的這些NPO 但傳統這些NPO還是很重要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鄭偉 就是在你的這個求學過程中 因為我知道你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屬於自學 或者是我想知道說你在這個求學過程中 是父母需要做的角色是怎麼引導 或者是怎麼樣就是支持你來 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或者是自己自主學習的動力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宣教嘛 他們對什麼感興趣就會自己去學 所以就會分享等等 不會有一種好像他因為念了什麼戲 或者是因為做了什麼工作 他就不會去了解新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我就是看他們 好比像說我問一個問題他回答不出來 他也不會覺得沒面子 他要說那我們一起去圖書館等等 那像這樣子的態度 我覺得比任何特定的那種研校都重要 好那我再想請問一下鄭偉 那如果就是因為他們在學校也會碰到許多 就是跟同學比較格格不入的一些碰到 我想請問一下鄭偉 當時你是就是我知道你是看了很多哲學 或者是兒童心理發展學的 去瞭解他們的狀態 去瞭解他們的狀態 那我們作為家長是可以怎麼樣幫助我們的孩子 就是在他覺得可能是學校或者是什麼 有一些誤解或者不理解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幫助他們更理工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我剛剛講了這個個別化的一個教學方法 其實現在大部分學校都有這個概念 只是說如果他們的之前就是沒有碰過 跟這樣子的情況比較像的 那他會需要一段磨合一段摸索的這個時間 那我覺得從家長的角度來看 一方面是說因為你跟他相似比較久一定懂得比 老師在這方面就是特定的互動方法上面一定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你可以當類似老師的老師 就是你可以教他們說 那一開始你怎麼樣子去想這件事情 怎麼樣跟他互動等等 那就可以就是事半功倍 那事半功倍的情況下 他就會比較有一些覺得好 那我投入這樣子的心理是值得的 或者是有正面的回饋的 所以創作一些小的正面的經驗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最重要 那因為你跟他相處這麼久下來 一定有一些小的正面的經驗的一些做法 那這些做法我覺得就不利於去跟老師分享 那老師也許也可以帶著同學說 他這樣子互動的話 對雙方都好這樣子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 在自學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什麼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在學校上課也是部分時段回去 然後我們不是完全時段回去 那如果我們在家自己學習的話 有沒有什麼比較完整或者是比較系統的可以讓我們遵循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很無所依從 我們也很怕 就在家裡面 我覺得在學校好像學的是一部分 可是在家裡面 他其實有很大量的看書 或者閱讀的需求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支持他 可是網路上帶很多免費的資源 可是因為這種搜索對他們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我也很難引導他去自主搜索 但是因為他從要 他從有需求的還有想法到告訴我們 我們又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可是在這個中間 他就會產生很多情緒上的 碰撞的是情緒上的起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者是有什麼快速可以搜尋 所以說雖然他打字比較慢 好慢 但是就是連使用搜尋引擎對他是有困難 對很困難 OK 那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是用好比像說 線上現在有很多學程 就是說你可以一個一個影片 這樣子看下去的做法 對那就是翻轉教學的那些做法 這本影片有試過嗎 他可以看得下去嗎 這些影片 看一看又會離開 對 就是那個專注度的 專注度的問題 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 還是要先找到他感興趣的一個專案 就是他想要做出來的一個專案 有些人是可能在Minecraft裡面改成吧 或者是說他對於某的題目 好像說氣候變遷 忽然有興趣等等 就是還是要先找到哪些會讓他專注 因為很多我們說注意力難以專注 其實是因為他比較難忍受無聊的感覺 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找到他不無聊的事情 他就可以hyperfocus 就是可以專注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但找到這個確實需要花一段時間 但我覺得說你現在硬把它放到某個 他其實不太感興趣的系統裡面 就算他一開始這個聲光效果很好等等 可能一下子又無聊了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需要 就是照著自私我們就覺得一定要 就是其實在線上課程 我們也不需要照著小學 就是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這樣 一個影片一個影片的這樣播上 有些人的學習型態是這樣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不要太勉強 不用太勉強 就是找有興趣的先切入點 對對對 因為有興趣的他有興趣之後 會帶回他去了解本來沒有興趣 但是你為了這個興趣 你必須先了解 這是前置的知識 所以如果他按部就班的時候 他不知道學這個要拿來做什麼用 那這樣一下就會無聊了 那我可以請他問一下他有什麼問題 可以拿 哥哥來 妹妹來幫忙 我帶子就好 哥哥你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你先問一下 妹妹來 你計算嗎 對 你為甚麼 想問一下 這個 他就不敢 他就不敢 不要想問他 不要弄他 不要弄他 好好打 我也想問他 蠻多了 不用我 來 你為什麼會沒講 他晚會跟你講 你在學校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不是每次都很想問嗎 對啊 快點 他沒有在看 已經看過 然後呢 他沒有在看 慢慢 你先打一下 慢慢 因為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經常去心理師那個打字 其實就是這個狀態可能 這個環境他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不是那個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他在一個安全的心理狀態 對對對 他現在可能是覺得 因為如果不在安全心理狀態裡面 就像你剛剛說那個系統性的東西 但是從我們外面看起來絕對有系統性 但是從他裡面看起來並不覺得 並不感受到那個系統 所以我覺得 重點還是在他自己的結構 他自己心裡有一套系統 覺得我先怎麼樣再怎麼樣再怎麼樣 我就會安心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我們看起來是比較小的一步 但之後這樣子之後他就安心了 所以還是要尊重他自己本身的健康 就是他的節奏 就等於是你進入他的系統 然後去陪他 而不是說應要他進入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系統 對 對對對 然後 就是 那妹妹你有什麼問題 你坐這邊來 哈囉 大家 沒關係 不解 沒關係 那你就聊聊天 對 就聊聊天 所以 所以就是 曾婉你覺得 比如在你的這個學習過程中 你覺得父母就是先尊重你自己本身的節奏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在網路上學習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是靠著我想要的了解或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所謂Purpose or Problem Based Learning 那但是如果這個問題 我的家長不特別覺得這是他感興趣的 那他如果要用他的系統來的話 他這種 這不是我感興趣 我只是聽別人講的 這種感覺 會帶到這邊 對 那所以 他們 我覺得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說 他會拿外在什麼東西來養我 那他自己如果對這個感興趣 那對我來講就是他跟我一起學 不是說他什麼都知道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跟我一起學這個狀況 其實對我來講也是讓我安心的一點 因為他們的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感覺 他們是透過求知嘛 透過去理解啊等等 那但是如果我什麼都不懂他什麼都懂 那我是在一個很就是不舒服的一個位置 對 所以我跟他都不懂 答案比較好 哦 所以父母也不需要扮演什麼都懂的角色 因為事實上他感興趣的題目上 你也不可能什麼都懂 是是是 對 有時候我們也會碰到 就是他感興趣其實我們並不懂 但是也不曉得 所以就是 他帶著問題來 然後我們跟他一起找到這個問題 一起去找到有什麼資源啊 哦 那我想問一下說 證文你就提過你有去德國一段時間 那你去德國之前 應該是沒有學習過德文 對 那你去到德國的時候 那對於新的環境還有新的語言學習 因為我知道 我也聽說你是把整個人投入在那個語言中 然後就很容易學習 可是我覺得這個講法比較含糊 其實我不瞭解那是什麼的感覺 可以具體地說一下 我覺得像我剛剛講的是說 有一些小的系統是 學習者自己覺得可以掌握 他覺得安全嗎 不然一片都是陌生的 沒有人能夠進得下心來 那對我來講就是數學 因為數學的符號方程是什麼 在台灣或在德國沒有差別 是一樣的 而且當時因為我是五年級 降讀四年級 但我當時學的大概都已經是過高中的數學了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至少在數學這一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幫助旁邊的學生 或者是說老師在教的時候 不用花很多的時間覺得我什麼都不會 這樣子 那所以我後來就是用數學來學德文 就是我已經掌握到這些公司這些概念 我現在只是換不同的發音 讓他講出來 那這樣的話我的自信心就提高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找到一個 就是他學習者感興趣的 學習者感興趣的 然後他拿這個去學他比較不會 這個時候感覺比較好 因為教學有點想長 但如果什麼都完全沒問題 所以不是先去補他不會 是先掌握他比較 先肯定他比較會 然後從比較會的地方切入著手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曾偉說那時候有提到說 去德國的時候 你覺得當地的孩子比較自足 然後大家也比較尊重孩子 主要就是後果他們要自負 就不會家長出來收在那裡 那可是有時候像我們也會碰到說 比如說有時候他闖出一些禍 比如說在學校可能出現一些攻擊行 或者是做什麼 可是可能其他的家長 或是老師馬上就會有一些反應 當然 那雖然是我知道後果之父 可是因為有時候他也會提出說 他的手有時候不受他自己控制 他不受他自己控制 他覺得他也會很懊悔 或者是很懊悶 或者是自責 我覺得就是要先在旁邊知道 可以讓他安心的距離是什麼 你不要輕易地去越過那個距離 然後是要在他允許之下 或者在他主動表示之下 那不然的話還是隔著螢幕會比較好等等 就是說有一個 他叫什麼 就是一個安全空間 那我覺得這個對其他人來講 如果他事先了解 我想大部分人都可以挑戰 那比較不好的情況就是說 旁邊的人不知道 那對一個一般的社會相處來講 覺得這樣距離並沒有特別近 但是又讓他覺得很去迫 或者很聚促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預先設定這個邊界 那其實這種意思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也可以跟學校討論說 是不是可以採取 他在一個他覺得相對安全的空間 可是可能是攝影機有架設到教室的螢幕 都可以啊 這些都是IEP的一部分 就是我覺得IEP的重點 不是在最後做出來的那個IEP的內容 而是在一起制定這個IEP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只要就是你的投入 跟老師的投入 或者教訓現場的投入 差不多一樣多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出來的計畫 不管最後長什麼樣子 各方都會覺得 那我碰到實際的情形我可以改 這樣子 就不會覺得是單方面被決定的 所以重點是覺得如果是學習語言系統的話 不論是誰 不論是小孩 或者是我們的話 我們要先從我們喜歡跟比較感興趣 跟比較拿手的地方 左手就比較容易 那需要整個環境全部都是 就是變成那個環境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 可能要營造一個英文的系 學習環境 如果他喜歡跟講英文的人溝通 比如說他的興趣 帶他到一個主要是講英文的社群 那當然就需要做這方面的調整 但是因為語文只是工具 重點是你要跟講英語的人溝通 所以如果現在還沒有這個人 或沒有這個社群 那你急著做這個環境 那說不定最後並不符合這個需要 是是是 所以我剛剛的重點就是說 就是所謂end point thinking 就是你最後怎麼樣是讓他 或者讓你覺得有參與感有成就感 從那個去反彙 而不是說現在還不知道說最後會怎麼樣 那就硬說這個國一國二國三英語 一定要每年學一個或是這樣 因為他小的時候是開始說話 講幾句話就開始先說英文 因為他自己看英文學習 他就是對學英文很有興趣 他是三歲多才開始不說話 對 所以他小時候是會講標準的英語跟發音 對 然後後來就開始不說話 不說話久了 舌頭跟口腔肌肉沒有鍛鍊 就比較失去這個說話的功能 對但是他對英語還是很感興趣 所以他用英文進來會有嗎 不太會 對因為他現在還是以注音系統 注音為主 對但是因為英文的話 他就一直都是比較能夠吸收 但是因為他輸出太有限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並不曉得他 他吸收了多少 因為他在家裡會常常看英文的書 因為我們也會觀察到他可能喜歡英文 所以我們就會買一些英文的 他就會每天都在看 但是其實他真的用了多少 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們對這種就是 他的輸出比較慢這件事情 一直都是比較困擾 因為他的輸出一直都常都處於很不容易 就是對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不曉得他到底能夠有多少 所以我們也是 就像我也講說 我們就可以就是請教一下 就是這些專業的技術人員 看有沒有適合他們的一個系統 就增加輸出頻寬的方法 對對對是 對那所以他聽英語呢 聽英語都沒問題 因為他可以看外國電影 對 然後也可以 也可以看 我們其實也沒有特別教他中文 或者是 特別中文或者英文 可是因為他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看電視他就一直接收 然後我們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都可以看得懂 那中文的話 我覺得他已經可以掌握到八九十 因為他會用一些比較生潰的 他偶爾打字出來就打什麼 心無掛礙 掛礙 這種我們比較生活上比較艱深 只是比較不常用 他都會使用 那就表示他其實都有接收到 那英語的話 偶爾我們會看一些沒有字幕的 用卡通 或者是講 我覺得他也能夠看得下去 只是看那個內容是不是他感興趣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他是可以接收得到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輸出的問題 所以哪些內容他比較感興趣 他對百科全出就是自然 不是對大自然 就是對一些比較未知 譬如說 有一陣子他對電怎麼來很感興趣 他就一直問我 可是對這個事情 因為我網路上找影片 可能也都比較枯燥 他也都沒有辦法好好看 他問了我以後 可能我就沒有及時給大家他的回饋 那他有一陣子可能又對 什麼水災的發生 對一些 他其實前陣子最常講就是 他對大腦的結構很有興趣 因為他很想要邏輯 為什麼這次治療症 對他很想知道說 為什麼他的 就是黃靈度跟面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部分有相關的社區 他有面比較忙的時候 會有其他的人可以接觸 沒有 對 然後但是我們 因為他講的話 我們就會買什麼大腦科學的書 就我就覺得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 可是既然你都提到 我就會買相關的書 放在家裡 他也會去翻閱 但是至於他到底吸收了多少 或者他中間有沒有什麼 懂或不懂 其實我們在這個 中間輸入跟輸出的中間 我們就其實有一個困難的點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了解多少 對 對 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又不是為了考試 這個是為了興趣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說 讓他感覺到說 生活當中 有其他人對這個也有興趣 那這個當年對我是最重要的 我會覺得說 就算我家人都沒空等等 但是我在網路上面有朋友 對於我感覺到有興趣的是 也有興趣 但不一定要輸出很好 我當時英文也很差 我也很難寫完 也分完整的英文的信 但是光是看到 有很多人也在學一樣的事情 這對我就很有幫助 就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最主要是 幫他找到一個 一個共學的團體 一個感受 一個社群 那在他的學校裡面 也可以創造一個程度 那他一個禮拜 幾天自己在網路上面 或自己在社會上 別的共學團體上 也許也可以創造到一個程度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正文 就因為你有 在國外各地交流金 我想請問像我們這樣 特殊的孩子 如果去到國外 例如美國這些 會有比較開放 或者是更好的資源 跟環境來接受嗎 對移民 你要看 你要看就是 你去的那個目標的地方 你在那邊的社會網絡怎麼樣 如果對你來講 也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那就非常困難 像我去德國的時候 我爸已經在那邊兩年了 所以他已經有 蠻好的一個社會網絡 那是一個大學城 雖然是很偏鄉的地方 那至少就是薩蘭大學 有很多研究人員 等等 所以我去的時候 已經等於有一個 初步的社會網絡在那裡 那如果是 就是我爸剛去就帶我去 那我覺得我大概 狀況就不會那麼好 所以還是要 家長能夠相對熟悉 跟能夠掌握當地的那些事 家長要有一種能動性 就是覺得說 發生問題了 我可以找到人 我有一些人脈 有一些網絡 那家長這種自信心 會傳遞到小孩身上 那你如果你去 其實你也人身體不瘦 也很沒有自信心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小孩不可能覺得安全 就是一定 哦 我的問題好像都問完 很好啊 非常有組織的問題 是是是 然後妹妹你有想到你的問題嗎 嗯 那你剛剛在車上想到的問題 你要問嗎 我去小家 沒關係啊 之後可以E-mail啊 都非常多的 好好好 謝謝 那 那 你今天你要不要問一下 你問一下 你直接打一下 好 你直接打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 好 你那你要看 你把這個問題打完 好 好 沒關係啊 我覺得等他回他熟悉的環境 好 然後如果有什麼的話 他真的寫下來就E-mail 就好 好 那妹妹你也沒有要問 好 好 你沒有問 你坐這邊 都可以啊 這邊 都可以 你要先介紹一下 還是宋宇童 對不對 是 嗯 就是我想要去那個 我們想要去那個美國讀哈佛 但是有什麼辦法可以就是 讓我可以那個就是離哈佛近一點 你想要讀什麼 我 還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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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一個學員們每一個做法是不一樣的 有一些是你可以不太需要實驗設備 那像我寫程式 我有電腦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跟在哈佛的研究人員先解決同一個題目 先讓他們熟悉你的貢獻 但是有一些是需要很多實驗設備的 那樣的話就很難 我這個建議就很沒有用 所以主要還是你要先想說你對什麼東西很感興趣 你還講你有想到你對什麼是感興趣嗎 不急啊 慢慢來 對不對 你離十八歲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可以摸索 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對啊 那就多嘗試 嗯 那他因為他其實是想說他可以他想去讀哈佛 因為第一個是哈佛那種名氣啊 就覺得有面子 還有他覺得那邊可能有一些很有趣的很多很好玩的人 對 他就很想去跟那些有趣好玩的人來玩 但是他想知道 如果他想去到那個地方 現階段他能夠做什麼 嗯 對 其實你也可以先聽一些哈佛的課 對不對 那哈佛有那個線上的部分嗎 就是這個 就是Habber On My Horses 所以如果你就是還不確定你對什麼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在上面就稍微學一些英文 然後隨便點一些來看 那看說哪些對你有興趣 然後再看這門課是誰開的 那他的助教或這個教授本人 你就跟他有就是共同可以聊的事情 對那這上面也有一些是免費的嘛 所以其實只是說你願不願意花四周 花十二周去跟這堂課而已 那你如果不跟那反正這麼遠 人家也看不到你 不跟就算了 所以就可以多試幾次了 那可以先試試看他們的現場課程 嗯 那你還有什麼你想問什麼都可以問啊 卻沒有 那你 好 對 對 沒關係 抓一下 好 好 你脫掉一鍵 對 那你還有什麼想問嗎 沒有 其他都沒有 你在學東西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想問 沒有 沒關係 想說再寫信嗎 好啊 好啊 那我們今天這問題可能就夠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今天很大收穫 謝謝 沒問題 謝謝 所以下一個時間也是我們那種職業 就先這樣解釋 對 我想我們之後就是我們同仁 就是如果在這邊做一些 就是在自閉光谷上面的補具 或像剛剛講測試眼洞啊 或寫漢兒啊等等 其實他們等於的方法線上也都找得到 但是我們這邊有的話我們也可以提供給你們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哥哥 好厲害